血管狭窄的朋友刷到这个视频你绝对不亏 你还在为血管狭窄的问题而烦恼吗 从现在开始就不用担心了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一浩教授 中医治疗心血管疾病有着极佳的效果 从一四十多年以来 我帮助过很多的患者摆脱了心血管疾病的困扰 像血管的狭窄这些问题就不用再到处去问 我能帮你去解答 如果你也有血管狭窄 动脉周样硬化 血管堵塞这些心血管的问题 都可以发给我 我来为你答疑解惑 不管是早上晚上看到了以后 都会给你一个耐心的解答 长期低压高于九十 有两个办法 简单有效帮你来降压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屏幕前的粉丝朋友 是不是也有高压不高 但是低压一直高于九十呢 也许你也是这样 那今天我就来告诉你两个降压的好办法 大家先点亮小红心 接着听我往下说 防止滑走找不到了 第一个呢 就是苦口婆心的总说的改善生活方式 管住嘴 迈开腿 饮食上一定要控制高油的食物摄入 比如一些外卖啊 肥肉啊 油炸的食品啊 你一定不要老坐着适当的做一些有氧的运动 比如慢跑 快走游泳这些 同时呢 最好是要戒烟现酒 千万不要熬夜 你能做到吗 那如果你做好了这些 再复查 低压还是没有降下来 第二锦囊来了 那就是通过药物来治疗 记住啊 首选中药治疗 中药可以全面的给你调整 降压是通过中药的平肝浅阳 清肝降压这些起到作用的 心率快 中药可以有振心安神的 像龙骨啊 珍珠母 一般情况下说 如果你认真的配合治疗 都会有成果的 通过中药调理自身体制 来改善代谢 改善循环 既治标又治本 如果你以前啊 已经是用着锡药了 但是没有控制好血压 在服用中药 没有起效之前 一定不要停用锡药 停锡药也是有讲究的 一定要逐渐的减量 才能让你的身体适应 以恢复到健康水平 你记住了吗 如果你也是这种情况 可以大胆的点我头像 打出我要帮助四个字 我忙完了以后 都会给你做一个专业的解答 降低低密度脂蛋白 有了新方法 低密度脂蛋白高的朋友 别滑走 建议耐心的看完 如果想降低低密度脂蛋白 降低胆固醇 其实也不难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 赵一浩教授 临床工作多年 为了帮助更多的 低密度脂蛋白高 有斑块的患者恢复正常 我提出呢 低密度脂蛋白高的这样一个拯救活动 希望和屏幕前的你成为朋友 你可以给我点个小红心 我来帮助你解决高血脂的难题 如果你想告别低密度脂蛋白高 大胆的点我头像 打出我要帮助 只要我忙完 看到了 都会给你一个专业的解答 高血压的朋友 别滑走啊 试试这个小方 让你的血压降一降 大家好 我是赵一浩教授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方子 帮助把血压降一降 屏幕前的你 如果也是高血压 你可以记住这个方 记住连小红心收藏起来 这个降压的方呢 就是由这几个药组成的 菊花 绝明子 五味子 我们知道菊花呢 是可以清热疏风 平肝降压 菊花 菊花呢 可以清热明目 润肠通便 它是清肝降压 而五味子呢 是可以收敛顾色的 一气生精 补一五脏 这三味药呢 有补 有泻 共同起到一个降压的作用 屏幕前的你 记住了吗 如果你也有高血压 不知道如何搭配的话 可以点我的头像 告诉我 你的问题在哪 我会抽时间给大家做专业的指导 让大家呢 少走弯路 少花冤枉钱 黄芪煮水 加上一物 脑梗都得绕着走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今天呢 给大家分享一个干货知识 用了它 脑梗都得绕着走 如果你正在刷着这条视频 你很幸运啊 记得点赞收藏起来 我们在家准备啊 两个东西 一个是黄芪 黄芪加上什么呢 红枣 用量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去掌握 我们有一句话叫 每天吃三个枣 千万别一堆的枣一起吃啊 一天不得超过三个 最好把这个枣呢 给它劈开 放在水里边 煮开了 适当呢 加一些蜂蜜 日常代茶饮 可以帮助我们 预防脑梗 提高免疫力 非常适合体虚多汗的人 在配合着中药条理的话 脑梗就自然得到了改善 无论你是几次的脑梗 病程有多长 留下了什么样的后遗症 找对了医生辩证开发 对症下药 就可以让脑梗慢慢的改善 这也是中医条理最擅长的病种 如果你身边的人 正在受到脑梗的折磨 可以将具体的情况说一说 我来帮助你辩证 找到适合你的祖方 黄芪配两宝 心梗不来找 要想关心病好的快 不轻易的发作 一定要用中药条理的 今天呢 就给大家介绍 用黄芪配上哪两个药 效果会更好呢 我们知道黄芪啊 是补气的作用 它可以增加免疫力 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能力 进而就可以改善了心肌共血的作用 所以黄芪是必须用的 那配上哪两个宝呢 第一就是红景天 红景天能够改善心肌的缺氧 它不仅能够益气 而且能够活血 它双重的 对气氛也有作用 对血也有作用 我们都知道 高原缺氧的时候就用它 我当年去西藏执行医疗任务的时候 血氧呢 89就考吃它了 可以提高我们的心肌共血 第二个宝就是穿胸 穿胸呢 可以是入肝经 肝经从头到脚 巡行整个身体 它性温 具有着很好的 行气活血 去风止痛的作用 能够缓解 胸闷胸痛的症状 改善 肝状动脉 供血不足 通过活血呢 它抗血腰板的凝聚 抑制了血栓的形成 所以我们通常 把这三个 黄芪 红景天 来补气 红景天和川胸呢 又有很好的活血化育作用 也就是说有很好的治疗血管的作用 一般说啊 高血压 血管的冠心病问题等等 这些人均进行调理都用到这些 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这三个药虽然好 也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使用 大家如果有不懂的问题啊 可以提问给我 我会尽力的给大家提供帮助 脑梗后遗症 一直得不到明显的缓解 怎么办 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啊 会经常的有头晕 言语不清 半身不随 肢体麻木 手脚不灵活 而且还盼冷 这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呢 像这样的问题 你不要到处再去问了 可以通过互联网的平台来解决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 赵一浩教授 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研究和治疗啊 有着四十多年的临床经验 如果手机前的你 也有脑梗 导致了这些后遗症 比如说头晕 头胀 语言不利 半身不随 肢体麻木 手脚不灵活 这些现象 那是经络不通 该补就补 该通就通 怕冷是什么 阳虚 就该补阳助阳 你把你具体的情况 现在就可以告诉我 我来帮助你解决 脑梗怕易酸 但不是醋啊 你猜是什么 今天呢 重点给大家揭秘一个 哪种酸有利于解决脑梗的问题 屏幕前呢 你可以点赞收藏起来 它就是五味子 五味子呢 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中药材 它兼具着五味 酸苦甘辛咸 五种味道 但是呢 以酸为主 本草纲目记载 五味子的酸呢 主入甘肾 可以起到不甘肾的作用 通过不养甘肾 就让脑梗的患者呢 保持更好的头脑清醒 生活状态也提高了 并且呢 能够清除血脉中的这些毒素垃圾 有利于改善脑梗的问题 五味子的服法啊 有三种啊 第一 大多数人呢 是用白开水冲泡五味子 作为养生的茶饮 这样做法呢 不能够把五味子 单一味的这个药的药性啊 发挥到极致 第二种做法呢 是用酒泡 古人说呀 酒少饮玫瑰 多饮就获受罪了 什么是少啊 泡好的这个药酒 喝一口就够了 第三种方法 如果你有条件的话 用五味子配上其他的药 煎汤煮水了以后 使药呢 发挥的更好的疗效 而且是整体的治疗 不过呢 这样的做法 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服用 千万不能自己乱吃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困扰 可以点我的头像 把具体的情况发给我 有空的时候 我会帮你分析解答 血管一堵 全身受阻 用这三味药 血管畅通无阻 我们的血管啊 就像一根水管 一旦是堵了 血液里边的各种营养成分 氧气啊 就输送不到各个脏腑 身体就会出现问题 有些重要的功能 一旦停工了 后果就不堪设想 比如说大脑 要是停工了的话 就会威胁到生命 所以打通血管是治病的关键 首先要怎么打通血管呢 首先要用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 最好使得打通血管的药物就是单身 单身可以活血化瘀 它还能补血 所谓的一味单身饮 公酮四五汤 在单身的基础上 我们再加一些像葛根 葛根对于打通血管 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因为葛根呢 它有生青阳的作用 向上提升 把气血能够升到脑部 营养头脑 只有这两位药呢 还不够 因为呀 他们这两个药的药性呢 还是比较柔和的 要想打通全身的血管 就必须再加一味 那就是川胸 川胸呢 号称之为 血中之气药 气中之血药 它既可以化血瘀 又能够行气 只有将身体里边运行通畅了 瘀血才能更容易被化掉 川胸呢 是一位药性非常活跃的药物 它走耳不熟 上能够到颠顶 头目下能行血海 中开瘀解 打通全身的血脉 川胸是大头阵 它在前面披荆斩棘 给单身和葛根开路 从而达到了 打通全身血脉的效果 这三位药 你记住了吗 如果你也有脑梗啊 脑出血后遗症啊 这些问题 可以把情况发给我 我来帮你看一看 你适合用什么 血管不通 三位中药 专门针对它 今天呢 教给大家一个 如何打通血管 让你一身轻松 不管你是多少年的 血管的硬化 血管的斑化 还有霞窄 都能用得上它 方法很简单 大家可以点一个 小红心收藏进来 让我来告诉你 这个方法 就三位药 分别是 单身 川胸和乳香 各用时刻 用水呢 把它肩服 把它化掉 然后喝了这个水 坚持一段时间以后 就会有不错的效果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 赵雨昊教授 关注我 给大家分享 更多的健康小方法 血管堵 百病生 真正的凶手 终于找到了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今天给大家呢 具体的来说一说 造成我们血管堵塞的 真正元凶 你可能每天都在食用啊 到底是什么呢 结尾 我会给大家 附上一个表格 建议大家 一定耐心看完 可以点一个小红心 转发给你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也提醒到更多有需要的朋友 其实呢 造成我们血管堵塞的主要原因 并不是肥肉 并不是脂肪 而是反式脂肪酸 研究表明 每天我们摄入五克的反式脂肪酸 就会造成 关心病的发病率 升高25% 反式脂肪酸 对我们人体 没有任何的好作用 关键是 一旦吃到我们人体以后 还不容易代谢出去 脂肪堆积了 容易发胖 血液容易变得粘稠 逐渐就形成了血栓 而且呢 反式脂肪酸 除了造成血管的堵塞以外 长期的摄入 还会破坏我们人体的各种机能 增加中风的风险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 要尽量避免 食用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食物 哪些是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食物呢 我给大家整理了以下的表格 大家可以截图保存起来 认真的去看一看 架次你买食品的时候 注意一下它的成分 它里边是不是含有这个东西 血管狭窄别担心了 这个方法我只说一次啊 千万记住了 血管堵塞 血管狭窄 血管有斑块 有的人呢还会出现头晕胸闷心慌 心脏的不舒服 不要担心 今天我把这个方子呢 说给你听 你就说这一次啊 你要记住了 点赞收藏起来 方指找不到了 这个方子呢就是 血腐猪鱼汤 它的主要作用是活血化瘀 行气止痛 疏肝解瘀 通过扩张了血管 改善了心脑血管 和全身血液的运行 从而解决了你的血管堵塞 方的组成呢 是桃仁 红花 当归柴虎 生地黄 牛膝 赤勺 穿胸 结梗 纸鞘 甘草 这些组成 这个方里边 经久不衰用了这么多年 它一定有它的硬道理 这个方有活血化瘀的作用 有上下通行的作用 对大部分的气质血液的血管狭窄 血管堵塞 血管的斑块 出现的胸闷头晕 都有很好的帮助 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伎量 是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病的程度不同 血液的状况不一样 所以用量呢是不完全一样的 不是一个方子就适合所有的人 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 去辩证实质 你才能更有效的 去改善你的血液状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